诶 诶 这个也太大了吧 我叫一下 你看 就是日本的一个伴球队叫做巨人 每一个选手都有带着这个护身服 好 我们进来看看咯 这个就是绘马 绘马就是后面就可以写你的许愿 然后就挂上去 然后这里因为桃花秋桃花非常有名的神社 所以你看超级可爱 它的绘马是爱心的 这边吸吸吸就挂上去 超可爱诶 所以这边就会有很多的护身服 这边的护身服也有做生意的 然后像这个好可爱诶 这个是夫妻的 一对夫妻护身服 所以就是老婆拿老公拿 这样一对超可爱的 这个好特别 这个就是女生的 一看就知道粉红色 这是女生带的吧 我看一下 女生的性格 所以这个女生带着的话 也可以抽桃花 然后就是让你变得更有女人味 嗯哼 那这个男生是什么 男生的性格 男生的性格 哦这个呢就是 带了之后 就是带在身上的话呢 就会让你就是 那种男生的坚强 男生的男子汉 嗯 很有趣耶 好可爱诶 你看 诶 这个 这个也太大了吧 我给大家 给大家看比较一下 你看 呵呵呵呵 这个应该是 不是父身服 这个应该是 你直接挂在家里的吧 好可爱诶 呵呵 超可爱的 这个应该 放在家里 每天这样拜拜的话 可能真的会变得 超级女人味吧 诶这个也是 我刚刚看的 夫妻的父身服 也有大的 超可爱的 哦 这是哦 这个是笔记本 诶 所以我发现 这里所有的东西 都有 一个是给男生 一个是给女生 带的 所以就是在这边 假设就是有一对情侣呀 或者是夫妻呀 就来这边 然后买父身服 然后就是可以 那种情侣 户身服 很可爱 很可爱 你看这个就是 青岛绅色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它秀得好漂亮哦 嗯 好可爱 诶 连这个都是 小袋子 男生的跟女生的 诶 这个好有趣哦 你看你看 这个呢 里面有毛头鹰 然后在日本呢 应该台湾也是吧 毛头鹰 是很有福气的一个动物 台湾也是这样说吗 在日本的话 就会就是一个 非常有喜气的一个动物 然后呢 这个父身服的名字 叫做 不苦老熟 就是不辛苦的意思 那这个呢 不苦老叫做 福狗 然后毛头鹰的 日文也是 福狗 就是一样的谐音 很可爱 很有福气的 不会让你辛苦的 父身服 好可爱哦 它有黄色 蓝色 桃红色 都有 我喜欢黄色 可爱 还有什么呢 哦 你看它真的 真的全部都是 一个是粉红色 一个是蓝色 就是男女 一对的 哦 它说 这个呢 就是日本的一个 半球队 叫做巨人 有听过吗 它说巨人的每一个选手都有 带着这个不身服 嗯 嗯 感觉很厉害 好 好 好 再进去里面看看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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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